大家好 这次课呢 我主要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UFT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讲这个UFT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什么 前世今生 那么最早的话呢 这个UFT呢 最早的话呢 它叫Winrunner Winrunner 它是那个Mockery公司生产的 偏向于这个CS结构的产品的这个测试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做Web的 也是可以做BS结构的 那么最早的Winrunner呢 它的这个用的脚本语言呢 叫TSL 叫TSL 应该叫Test Script Language 这个语言的话呢 是它自己的语法形式 也就是Mockery公司自己呢 做了这样的一些语法格式 一些规定 这样的话呢 在编写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学这个工具啊 你还得额外学他们的什么呀 语言 所以在世界上面推广起来来讲的话呢 还是稍微有些不方便啊 稍微有些不方便 而且呢 它大部分面向的是什么 CS解构的测试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啊 互联网的发展的话呢 那么BS解构的话 在后面一段时间呢 盛行的比较什么快啊 那这个时候的呢 Winrunner呢 相对来说呢 跟这个IT的发展呢 有点什么 不配套 所以后来呢 这个Winrunner呢 就把它做了升级 改造 也就是Mockery 把它做了升级 就变成了我们的什么 后来的叫QTP啊 叫Quick Test Professional 叫QTP 那么QTP呢 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讲啊 全球来讲 市场债益率非常之高啊 我记得应该是在08 09年那当时啊 那几年的时间里面 QTP在国内的自动化车市场里面 能占到70%多 啊 就市场份额能占到70%多 所以这个工具的话 在市面上面来讲的话呢 还是比较流行的啊 所以呢我们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自动化车市 基本上讲的都是QTP的东西 当然现在不是了啊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了 那么呢 惠普公司呢在 前些年把这个Mockery公司给收购了 这样的话呢 他把这个QTP 包括我们什么 之前在系统收入阶段学的QC 还有我们这个 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新能测试 loadrunner 这几个工具收购回来以后的话呢 惠普公司做了大量的什么样 升级改进啊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UFT 其实就是我们的QTP的升级版 QTP的升级版 那这个呢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啊 学这个工具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 你多练一练 多玩一下 拿这个工具多做一些脚本的录制啊 回放啊 然后呢再做一些什么呀 脚本的开发呀 绝对不能停留在录制回放的基础上啊 这样的话你没有任何提高 也失去了这个工具所带来的什么意义啊 那么呢 学习的时候呢 多加练习才可以啊 多加练习才可以啊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就讲一下 惠普这个UFT的前世今生是吧 那么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利用这个工具 先录制我们人生中的什么呀 第一个字的话就是什么呀 脚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录制 它是怎么样实施的啊 那安装过程我就不讲了 大家自己就安装 招完了以后呢 在桌面上会有这么一个什么呀 快捷方式 当你打开以后呢 它会有个许可证警告啊 那试用版的话呢 一般就是30天的使用期限 OK 那我们点继续 再继续完了以后呢 它有个插件管理器啊 这个的话我们后面讲原理的时候 给朋友们再说啊 那默认情况下呢 它给了你三个license 一个是ActiveX 一个是Visual Basic 还有一个是呢 web啊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先选ActiveX和Visual Basic的啊 我们测试一下它本身自带的一个小飞机的系统啊 OK 点一下确定 好 确定完了以后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当然我这个是已经用过一段时间的了啊 所以说这个界面可能跟你们打开的不一样 那这里面我装的大家看到是一个中文版 是吧 这个很多朋友对中文的东西实际上很感兴趣 是吧 看了英文就崩溃了 其实我个人建议 学习的时候最好用英文版的啊 因为中文汉花版的有些人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说大家最好用英文版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个界面当中我们新建一个脚本啊 File文件下面有个新建 新建一个什么呀 有好多个对不对 有什么函数啊 解决方案啊 业务组件啊 应用程序区域啊 我们不管它啊 我们这里面新建一个Test 新建一个测试 然后呢新建一个什么基于GUI的什么测试啊 OK 位置的话呢你自己选择一下 比方说你就放到C盘吧 无所谓的啊 自己选择了就在哪 无所谓的啊 好比方说你写一个名字 Flight Test对不对 飞机的测试 创建 创建完了以后呢 那他相对来说啊 他会把一些什么 录制的界面之类的都会打开 大家看一下啊 好搞定了 那时候大家看一下展现了一些界面 这个跟我们以前的KDP版本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就做的更方便更利于使用 左边是我们什么呀 相对来说啊 是我们这个脚本对应的一些X型的浏览器 中间这一段是它一个示意图 下面呢叫数据表 Deditable 右边是我们这个测试 测试本身的一些属性的设置 那么接下来呢我进行录制 那么点这个录制的按钮 大家看一下 也可以按快据方式F6是不是 那我们我们点这个录制的按钮 红色的这个啊 点一下它 在这个界面当中 因为你没有选择web的这个插件 所以是不会出现web那个页签 因为我们当时在插件选择器选择的时候 选择的是什么 ActiveX和Visual Basic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只会显示 这个windows Application这个菜单 好接下来点这个添加按钮 把我们对于默认之带的小飞机系统 加载进来 好OK没有问题 应用 确定 然后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它就会去调用你刚才所设置的路径当中的应用程序 输入我们的用户名mercury 密码呢也是mercurymercury.ok 好登录成功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我这里面只是给大家写展示一下怎么录制的啊 好关闭 停止 这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 产生的四个代码 四行代码 大家看一下 它会把你的动作记录下来 翻译成对应的代码 你看啊第一句话是 在dialog login dialog 下面有一个win edit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称叫agent lab 然后呢在这个代理名称里面设置了用户 这个用户名叫mercury 然后呢设置了它的password的密码 使用set secure 就是安全的设置模式 把它做了一个加密 common明白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什么 点了下ok按链 最后怎么办 出现了成功登录的界面以后 组什么组程序界面以后 把它怎么close掉的 这就是你刚才的一个业务过程 那么录制完了以后呢 我们好以外的先保存 记住了所有的脚本在你录制完成以后 开发完成以后 编写的过程的记得实时保存 那保存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放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模拟了 你刚才的一个动作 一个行为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记住了啊 你在脚本调试运行的时候 大家不要用新结果 每次都会产生一个结果 你这样调试十次 它就产生十次结果 没有必要 怎么办 选临时结果文件 每次它会覆盖掉的啊 记住了 记住我所说的 运行 这次不要去动它 这次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是不是把这个飞机订票的界面打开了 然后自动输入数据 输入完了以后怎么办 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怎么办 以后把它关闭掉 还自动把结果展现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QDP或者是UFT 它脚本录制完成以后 我们运行它所有的整个过程 非常便捷 非常方便 是不是 而且的话我觉得使用起来看起来也非常美观 是吧 那这个呢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利用QDP来录制一个 利用UFT来录制一个脚本的过程 朋友们自己可以照着做一遍 做一遍 好 这次课呢时间这个很短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QDP的前世今生 以及你如何利用它来录制你人生中的第一个什么呀 自动化脚本 那咱们以后的课程 渐渐的就会在这些这个四行脚本的基础上 演变出落干个比较复杂的这个什么测试脚本 OK 咱们下日课再见 支持出秾ин wwwww OMG